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高兴了 三年都没有回来 回来感觉真的如获甘领 如获甘领 真的真的 我想美食应该是你的一个甘领吧 这么久没回家 你最想念什么台湾的食物 我这几天都在跟大家讲 我真的因为太久没有回家了 我的要求真的不高 我吃了好多个大餐 但其实真的最想念的就是像烧饼油条 豆浆 蛋饼 还有蚝阿米沙这样的 所以就家附近就可以吃得非常满足 我有看到你去吃烧饼油条 第一餐就是去烧 早上起来就是在复兴南路上吃烧饼油条 我非常有感觉 因为我离家很久回来 也是很想吃烧饼油条当早餐 多好 台湾很幸福 大家都下了楼 每走几步就可以吃到这么多好吃 对 足以现在在美国生活嘛 马里兰州 虽然相隔很远 不过感觉跟你还是蛮亲近的 因为常常会看你在社群媒体上面分享你的生活 那其实这次的新书一定要来亮相一下 餐桌上的人间田野 就是你在美国生活这些小日子的精华 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这个整个成书的背景 就是过去疫情三年 我们一家人餐桌上的实况 也可以说是见证我们这一段日子苦尽甘来的一个历程吧 这本书距离上一本全新的著作也有七年的时间 上一本是简单丰盛美好 是 是 也是食谱 所以这个是第二本食谱书 我蛮好奇这本书是怎么诞生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 然后你是怎么样把它做出来的 是 其实对啊 等了睽違 大家说睽違七年 我基本上我做事 应该算是手脚蛮利落的 我做菜很快 讲话很快 但我写东西很慢 所以会这么久没有作品出来 也是就是一直可能眼高手低 做不出我自己觉得适合的东西 然后要有一整本一个书的一个概念 我就不是零零散散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酝酿的过程 那上一本是我在印尼的时候写出来的嘛 那印尼三年结束以后 我们全家就搬到了四川成都 那在成都这几年期间呢 我是非常的专注于 我非常喜欢川菜 那边也交了许多朋友 所以花了很多的心思 在学习了解川菜的各个面向 家常菜 这个宴席菜 江湖菜 小吃各个方面 所以原本的计划是希望能够写一本 跟我成都的生活和美食 和这个对川菜的认识了解研究 集合的这样的一本书 但是在经历了接下来一连串的事情以后 觉得这个计划变得不太适合 那所以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写作和沟通欲望 然后也觉得之前的这个 整个写书计划算是泡汤了 所以就真的就是专心的在家里面 照顾家人孩子做菜 然后直到真的就整整一年前 去年二一年的十二月初的时候 我忽然有一天坐在那边 我感觉那阵子好像心情比较好了 然后忽然一下想想 觉得其实这一段日子以来 尤其疫情间 因为一家人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是在家里面上班上学 我是不能停止的不断的在做菜 因为外面的餐厅也关了 住在美国也不是像在台湾一样 这么容易叫外卖 所以真的就是做了人生中 很少见的这么多的菜没有停止过 然后我就想想 其实这一段期间 大家可能全世界的人 都是经历这种类似的 都有类似的体验 要怎么样能够日复一日的在家里面 端出家人还愿意吃的菜肴 我想说不定我有 我的这个心得可以拿出来分享 然后那时候就跟我的出版社编辑 沟通了一下 觉得对这样子的东西有兴趣吗 他们马上说当然好 所以我就开始计划说 就订立一下一些菜单 把我之前在家里面 餐桌上面会摆出来的菜 罗列下来想说好 那我就一一的跟大家分享 原来如此 所以疫情中这个做菜体验 我觉得真的是蛮多人 很共通的一个经验 但你秩序里面也有提到说 你因为疫情 与世隔绝 以及其实你刚刚有稍微提到 就是被卷入了政治风暴 跟网路攻击 真的很难想象你是 怎么样挨过那一段时间 对这个那一段时间 是很黑暗啦 而且在那之前其实就已经 从疫情一爆发 我的生活就已经 就是180度的转变 我疫情对我们一家人来说 比一般人大部分还要来的 再早一点 2020年初的时候 我们还在成都 然后那年过农历年的时候 武汉疫情爆发 然后所以我跟 我们一家人其实已经在 在屋子里面都不出户 都不出户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然后忽然一下 收到这个美国政府的讯息说 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使领馆的眷属们 必须在48小时内离境 回到美国 然后但是 但是那个他们的工作人员 就是领事们必须留下来 也就是说我跟两个孩子 就是48小时必须要离开 然后所以那时候真的就是 在没有办法跟任何朋友说再见 大家都在家里面隔离的状况下 就匆匆忙忙的一人收了一个皮箱 然后来到了DC 我们我们这边没有亲人 很久没有外派 很久没有派回美国 所以也没有朋友 我就这样带着两个小孩 三个皮箱 从一个旅馆到一个旅馆 到一个Airbnb 就换来换去 然后好不容易稍微定下来一个地方 有了一个公寓 然后他们报名入了学 十天以后美国疫情爆发 所以他们我的孩子也是 就是真的那种颠沛流离的感觉 他们在成都的朋友 都没有一个人说再见 然后忽然一下进了一个学校 还来不及交朋友 就接下来一年多是网上上课 根本没有办法交朋友 然后我们什么人都不认识 就关在一个地方 然后什么都没有 一点一点的从我们的 一开始就是买了一张床 一张餐桌 然后厨房里面也是什么都没有 从四个盘子四个碗 一个坚果一个汤锅 慢慢的一点一点东西多一点 然后我二月到美国 七个月以后 我的先生终于回到美国 跟我们团聚 十一个月以后 我们的东西终于从成都运过来 一年以后我们家养了小狗 再过几个月 我们搬进了一个 就是这个照片上面 封面上面这个有院子的房子 然后就一点一点的生活比较好 但又回到你刚才的问题 就是在那一段 那一段刚开始特别生活 物资特别简陋的期间 只有我跟了两个孩子在家 我先生还没有回来的时候 那年七月 因为中美外交冲突 美国关了中国的休士顿领馆 中国报复性的关了成都领馆 所以我们家就被卷入这个事件 变得说领馆里面的人员 全部都是间谍 所以遭受到了铺天盖地的网络攻击 甚至还有人肉棋底要挖出 我们在美国住在哪里 每天受到非常多的死亡威胁 那一段期间真的是非常的黑暗 然后我的先生又不在家 两个孩子其实也不是很懂 但他们就知道妈妈 就是几乎 几乎垮掉了 几乎崩溃了 没有办法 我有好几天起不了床 然后所以孩子也跟着很坚强的 就必须要学会做一些家事 跟着照顾妈妈 他们现在一个十岁一个十二岁 所以两年前真的还很小 是 后来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 其实还好是我必须 因为疫情根本都出不去 身边也没有别的人 为了要照顾我的孩子 我不管怎么样 必须要爬起来做菜给他们吃 必须要照顾他们 还是要尽妈妈的责任 所以最后是这样子 在这个持家的责任下 必须每天要做出早午晚三餐 反而是在厨房里面 重新找回了生活的规律 然后我觉得 做菜的时候 我向来 以前就是压力大的时候 做菜就绝可以放空 那当年研究所的时候 念研究所写论文的时候 因为做菜好像 开启了我后来人生第二转 这个那个 就算是做菜拯救了我 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对那是第一本书 对 那这一本书 其实也是另外一个 在厨房里面餐桌上面 被拯救的一个过程吧 我完全可以体会 你刚刚讲到苦尽甘来 这四个词 不知道这段故事的观众 可能会有点纳闷说 为什么这样讲 但是其实那真的是 度过了非常困苦 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 然后最后有一个 这样子这么温馨 看起来很美满的 一个家庭生活 然后足以把你 这个透过下厨 然后把自己拼凑起来 的这个过程 那里面呢 没有这么悲伤的故事 但是是有日复一日的 这个与家人 一起相处的时光 然后还有你怎么样 帮大家准备餐点 还要符合各个人的口味 对 我特别喜欢这篇 这个里面 序言马世芳 写的一句 他说对我来说 可能天已经塌了 这一餐一餐饭 就是练食补天的过程 哦 真的 我看到他那句很感动 但是我们也不要这么沉重 这里面呢 有很多下厨的小配布 而且它的设计 是很有趣的 跟上一本 简单丰盛美好 完全不同的是 它是套餐的形式 对 它一份食谱 就是三道菜 那你就可以 依照这三道菜呢 来开出一个 四个 大概四个人 左右的晚餐 那为什么会想要用 套餐这个形式 来编排这本食谱 这个首先 它就是真实的反映 我们家里面的状态 在我们天天要这样 不断做的时候 我发现 我最后看看 我几乎很少 一家人坐下来 会超过 桌上会超过三道菜 不管是中西 菜系 都是这样子的 一个形式呈现 那 我就感觉大家 尤其是在 就是这个 中华菜系底下 一般的人好像 因为习惯了 尤其是 就是我们的 父母辈 祖辈 好像都特别能干 就感觉大家觉得 坐下来 一家人吃饭 好像两个人 就要有三道菜 三个人就要有五道菜 五个人就要有八道菜 以上类加这样子 那个压力 其实是很大的 就每要多加一样菜 那个你要备菜 你要多时间 我觉得就会让大家 望而生畏 那另外也就是 我觉得好像 很多人 我感觉 我简单丰盛美好 这本里面 西餐的比例比较高 那这里面 就差不多一半一半 我觉得因为 好像很多人 年轻一辈 好像觉得说 做西餐 可以比较轻松 比较优雅 中菜好像就是油烟很多 然后就会想到 妈妈在厨房里面 忙的那个状态 可能不是她 她对她生活的 那个向往 但我后来 我后来发现 我不管做中餐 做西餐 基本上花的时间 摆出来的那个 这个 这个 套餐的这个形式 其实没有差太多 我就觉得 这个这一点 可能是值得 跟大家分享的 希望能够 让大家觉得 做出一餐饭 不需要这么豪华 不需要这么辛苦 花那么多时间 不过 三道菜做起来 有的时候会手忙脚乱 你觉得三道菜 还是手忙脚乱 但我这三道菜 我的安排通常是 我有一个内在逻辑 我本来 因为我通常是自己 就是没有在思考的 在这样的设计 但是为了要写书 我回去思考 我是怎么样搭配的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则 它有几个原则 我通常是 我通常出发点是 会想 我自己 口腹之欲比较强 我通常只要安静地问一问 将手摸着肚子问一问 我就会知道 我今天特别想吃什么 我就会从一道菜出发 我今天想吃 想吃一个什么 怎么样的一个肉 或者怎么样 一个豆腐的菜 然后从这个菜来 来联想说 那我要跟它搭配的话 这个如果是脆的 我要一个软的 这个是 这个是烫的 旁边有一个凉的 这个是辣的 旁边有一个淡的 这个是红的旁边 一个绿的 然后就会搭配出三道菜 那除了这个 色泽口感温度的 这样子对比互补以外 另外对我来说 一直非常重要的一点 在安排一套餐 不管是人少 只有四个人 还是说请客 我通常是希望 不要自己太累 所以我一定会分散火源 所以如果 如果一道菜是 有一道菜是炒的 可能另外的是 蹲的或蒸的或烤的 然后有一道是凉拌的 你就不用担心说 要上菜的前一刻 炒了以后 要干杯再刷一个锅子 然后再来炒 我觉得因为中菜 常常大家 很多菜都是用炒的 那个炒菜 那个火候 然后热辣辣的 热腾腾的上桌 就非常重要 就一刻不能等 那个最后 做菜的人 最后一刻的压力就很大 所以我向来就是 就算是我今天 请客人很多的状况下 我很少很少 会超过两道 最后关键 要热炒的菜 所以这个观点 我觉得 是我自己一直 好像 就是不明而喻 这个内化的一个观点 我这次就把它 用实际的例子 给大家看 我是怎么做的 分散火源这一点 我有学到 这真的是我抓到的 一个大重点 因为常常就是你 一起炒三个菜 真的会觉得 手忙脚量 压力很大 但是如果你有的凉拌 你先拌好了 或是有的可以用烤箱 去完成 那有的是用蒸的 那你炒菜 其实只剩下一个 是一样而已 对 对 那就感觉 压力没那么大了 对 所以最后 今天甚至请客的时候 我觉得 多几样凉拌的 对 摆在那边 我就想 为什么日本主妇 感觉特别 好像 好像很优雅的样子 因为 因为他们很多菜 本来就是 就是要设定 就是吃温的凉的 你提早摆了 在那边没有问题 所以可以 小碟小碟 摆得很漂亮 他最后端上一个锅屋 最后炸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在 人上桌里 他可能就再多忙个两三分钟 所以你就可以 很优雅轻松的上桌 对 而且火源不同 风味跟口感也不一样 更有变化 对 这招真的学到了 但我还是很好奇 你每天 要怎么去想 要做什么菜 因为每天思考 要煮什么菜 真的会出人命的 你刚刚讲了一个 很神奇的方法 是说你摸一下肚子 我向来都是这样子 我大部分的时候 只要安静下来摸摸肚子 我就会浮现 我今天想吃什么的 那种那个感觉 真的 然后如果我自己 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我就会问我的家人 问小孩子 今天想吃什么 然后他们如果说 今天想吃盐酥鸡 那我就可以从盐酥鸡 研发 就是延伸出去 可能我 那我今天就做盐酥鸡 比较台式的 或是我炸好了 这个小鸡块以后 我拿来炒辣椒 变辣子鸡丁 或是我这个鸡 切的大块一点 做的比较日式的炸鸡 反正就是 我知道他们大概 抓到了他们想吃的 这个味道的方向 然后从这边 开始延伸出去 那今天是日式 还是川式 还是台式的 旁边搭配 就会有一点不一样 但 他们都会 跟着你的口味吗 我 我真的是 比较任性的妈妈 我向来从小 就是 就是做我 我想吃的 所以最后就训练出的 我们家人的口味 都变成跟我一起吃 这太棒了 这太棒了 我也要学起来 但 你觉得 疫情前 疫情后 煮饭对你来说 有差别吗 每天开菜单 那尤其在美国的生活 跟在成都 或是在 雅加达 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有 我没有太多 机会外食 就比较少 可能外面想吃的 也没有那么多 对不对 那 的确 就会不太一样 我光是买菜的 那个 规律就不太一样 我以前向来 在亚洲大都会生活的话 我几乎是每天买菜 或 至少是隔一天买菜 所以我都是买少量的 就是我这两天 想吃的东西 所以冰箱永远不会太买 那 在疫情 那个爆发初期 尤其在美国 美国一般人 本来就是去超市买很多 我到现在都没有去过Costco 所以没有买过那种批发量的 但是 尤其疫情初期的时候 常常 常常会买不到菜 你能抢到 所以就要多买 或是请人外送的时候 还要半夜起来 去抢那个外送的时段 所以有什么就买什么 而且尽量 因为不能够天天 买生鲜的东西就有限 所以我第一次花这么多 这么大的比例 在买这种罐头跟冷冻的东西 后来发现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 就是让患者 患者用 其实那个 让自己的也减省一点 这个麻烦力气 其实蛮好的 有的时候 我对给自己的要求 也不是就 就这么高 如果今天有一餐 但是全部从头 从头开始 那种from scratch 做了三道菜的话 可能中午 我们就简单一点 可能就下碗面 偶尔甚至就吃泡面 我家儿子 有几款泡面 他们非常喜欢 那我泡 我正煮了泡面以后 我可能加个蛋 切几片 前一天 这个卤好的肉 尝上点青菜 那个泡面看起来 也没有那么寒酸 或是 如果说是 这个冷冻水饺 我不希望 看起来感觉 冷冻水饺 好像我今天偷懒 太寒酸的话 我有的时候 把它做成尖角 甚至多一点时间的话 调个面糊 做个冰花尖角 反而他们还 哇 一声觉得很好 就我自己也不会太忙 所以就是这样子 撑撕的 有的时候轻松 有的时候麻烦一点 真的 不能一直都把自己逼太近 对对对 那个碗盘都洗不完 对 所以读这本食谱 我觉得令人安心一点 就是说 对 所以族仪也会用现成的咖喱酱啊 嗯 族仪也会用罐头啊 是啊 必须啊 对 全部 全部从头来 对 那可能大家都以为 因为你也 呃 算是写美食文章 著书论述 有蛮长一段时间 大家会觉得 哇 好像是厉害的美食家 而且又上过厨艺学校 专业的厨师 一定什么都很讲究吧 没有 其实 家庭生活里面 是有很多偷吃部的 是必须的 尤其因为我是 就是现在就是家庭主妇嘛 在家里能够做出来 我觉得 你能够 能够再减省一点时间的状况下 做出来的还是 还是营养均衡 呃 能够 能够尽量照顾到色香味 就已经 就已经要偷笑了 真的 如果每一样东西 都要从头模拟 打起的话 真的是很累 但当然你还是一位 有专业厨师背景的 的一位 呃 主厨 那 这个食谱书 虽然做是家常菜 但是还是很有你的风格 嗯 那我就帮你 做了一个简单的风格分析 嗯 这里面呢 二十道套餐 二十组套餐 中式的有十组 那西式八组 东南亚 两组 嗯 我就很好奇 这个是你原本的口味偏好吗 哦 这就是你家平常吃饭的 这个口味组成吗 呃 基本上差不多 就除了二十道套餐 二十套餐以外 另外还有单品 也差不多 它的那个分类比例也差不多 是 呃 其实你要细分的话 中 中菜里面我们家的比例 通常就是分 有 有江浙味 有川味 有台味 然后偶尔有点北方味 我们 因为我从小长大 我后来回去分析 我爸爸是 祖籍江浙人 我妈妈那边是四川人 我小时候到 从生下来到六岁 给保姆带的 我保姆是 就是闽南籍本省人 保姆的先生是山东人 所以我从小真的就是 东西南北的口味 都接受了 所以 这些 这些元素 我觉得都出现在这个 中菜的十套餐里面 然后 西餐里面 你说西餐 其实也是很笼统 它有美式 有法式 有义式 这样子 那这个 东南亚的这边 因为我在印尼待了三年 所以有这个印尼的口味 呃 但其实 我可能里面 比较没有摆进去的是 我 其实我儿子很喜欢 日式的口味 我真想问 因为一般台湾人家庭 很多日式 对 但是就是因为 我觉得这个主要我的读 还是写给台湾人看的嘛 那我觉得很多人都已经 都已经对这些日式的口味 很熟悉了 那组合的方式也比较 也就好像 这个 大家都是习以为常 那 而且做的比我好 比我专业的人 很多 所以我就不用拿出来 献丑了 我就把 我觉得我做出来 可能可以 比较值得分享 大家可能 不太这么知道的东西拿出来 那我还是很好奇 会做什么样的日式料理 就是那种日式妈妈料理嘛 我不会去做苏喜那些的 但孩子们会喜欢的 日式的咖喱啊 比方日式的炸鸡啊 他们很喜欢饭团 然后 嗯 这些 我觉得那种 国物煮物炸物 其实我都会 我都会做 然后 只要端出这些小小的东西来 他们就会都会 都会很喜欢 这种日本的这种 高汤以日式的这种 高汤做底的这些菜 其实 我觉得 孩子们特别会喜欢 这种干干净净的感觉 但 但真的我就没有摆进去 我觉得我 我不需要拿出来 那里面比较特殊的是 真的穿味还蛮多的 是是 因为我就 因为我花了 我花了一番苦心去研究的 然后我觉得 台湾的读者 可能对这一块的了解 认识比较少 那 那特别适合拿来 跟大家分享 确实确实 不过我好奇的一点是 主余每天开火 搭配过的套餐 一定不计其数 你是又怎么筛选出 这二十套出来 这二十套 因为它必须要 要兼顾到我的 要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值得分享的一些菜 有些东西 我觉得大家不知道 然后值得推广 但是 我可能想的 主要是要推广一道菜 但是 我必须 因为我就是想要做一个 套餐的这样子的概念 那你就必须要照顾到 它的这个 火源 我们要说要分散火源 有个温度 色泽 口感 这个浓淡的这样的对比 所以最后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是塞不进去的 其实有些 我觉得有更多 更多一些可能 比较偏 肉食主菜的东西 其实可以讲 但是基本上 我在家里面 常常 如果是中式的出菜 总是可以配一个炒青菜 如果是西式的出菜 的话 总是可以配一个沙拉 就是你要 你要复杂 你要简单都可以 就如果清炒 你要加蒜 你要加叠加上 当然都可以复杂 但是 炒青菜跟拌沙拉 是一个可以不假思索 很快就做出来的东西 但我今天要做出 那么多套餐 我不能每一个都是 炒青菜跟拌沙拉 对不对 所以 所以要怎么样 节肠补短 让他们 让每一套餐 都符合我刚才 刚才说 套餐的所有的原则 所以就是 只能够精选 不能什么都摆进去 我这边可以举几个例子 像是红烧肉 招卤拼盘 雪菜损片 这个就很僵渣 很上海了 那又有 泰式烤猪锦肉 南瓜椰浆咖喱 跟辣炒空青菜 这个东南亚风味 然后有一个炒菜 其实炒菜或是沙拉 马上就解决一道菜了 对啊 那当然也有一些 我觉得 感觉有点难的 像是焦香牛肉大饼 我觉得擀面 好像很困难 对 那这边你又配了一个 凉拌的老虎菜 跟很简单的 番茄蛋花汤 对 所以你看这个套餐就是 可能做饼 会觉得比较麻烦 所以旁边就做一个 为什么会摆一个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 番茄蛋花汤呢 我就觉得 就是为了 当你照顾 你已经做完 做完一个饼了 烙完的饼了 你现在就做一个非常轻松 家里面谁都有的材料 就可以出的一个汤就好了 是 那这边的口味这么的多元 我想接着问的一个问题 是杂实性 这件事情 那前阵子我刚好访问 詹红芝先生 他才说他小时候是因为 匮乏的关系 所以口味很单一 那但是这样子的成长经验 反而他长大后 对于家的味道 有很深 明确的 对 很明确 很根深蒂固的一个认知 对 但是我觉得 像我的成长时代 或者是族裔的 已经是一个口味 很多元的时代 而且我们有很多机会 去品尝各种不同的料理 那你觉得 这么多元的食物选择 然后我们在口味上面 见多试光 是不是反而会难以建立一个 自己的饮食身份认同 我觉得很好的问题 我觉得的确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稍微看一下 那种世界各地饮食文化 特别有深厚传统的地方 大部分的人吃的东西 他的每一餐的组合会吃的 就是跟着季节走 然后会有一些很传统的 很经典的一些东西 那样子的组合 通常都是经过时间淬炼的 你就这样子跟着季节走 做你妈妈 你奶奶会做的这些菜 怎么样搭配 通常吃起来 它就会均衡营养健康 符合你的口味 对不对 那你反观 我觉得美国就是一个 杂食性 特别严重的一个地方 尤其是他们的 本来人口的组合 就是来自世界各地 有不同 带来不同的饮食文化 再加上后来被 这种加工素食成品 把很多饮食的传统给打坏了 所以在美国就会 就会出现特别多 因为饮食产生的疾病 然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 diet 各种 要各种这些节食计划 对 都会很奇怪的一大堆这些东西 没错 而且都很偏重 非常偏重 就只能吃肉 或只能吃什么 然后大家就特别 为了一天到晚要减肥 吃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反而你今天在法国 大家吃了很多奶油 吃了很多cream 结果也不会胖 因为他们吃的是 时间淬炼下来的 这样子组合 是健康的 所以我的确认同你这个说法 这个杂质性 尤其加上工业化的破坏 会让不只是少了饮食身份认同 对于整个健康 什么都会有影响 但我觉得以我的家人 以我们现在这样子 所谓的口味的多元杂质来讲 其实还好 因为最后 最后你在家里面吃的时候 如果你回归家庭 而不是每一餐都出去吃的话 回归家庭最后还是会淬炼出几样是 你们一家人喜欢的口味 而且毕竟如果你在家里做菜 你是在市场买菜 你不管怎么样要跟着季节 跟着地缘走 所以在食材上 已经有一个在地性 它是绑住的 而不是天马行空的 那你要怎么样调味 怎么样烹饪 让它做出不同的口味变化 就是最后一家人在一起 还是会锻炼出一些 你特别喜欢的味道 那我们家人真的就像你刚才讲的 可能中餐占一半 就亚洲口味 尤其中餐 或是偏川菜比较辣的东西 我两个孩子都被我训练的很能吃辣 它占很大的一个部分 但是吃了两餐中餐以后 就会想要换一下一个不同的口味 那可能是美式的 可能是法式的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 我们已经培养出了 自己家里面的一个平衡吧 我完全懂这种 就是今天吃了中式 那明天就吃一下西式 或者是东南亚的 但是你也不能一直天天吃西餐啊 尤其在国外旅行的时候 然后你又会回到你想念的味道 大概是这样子的节奏 但是前提是 你要养成这个口味的一个基础 在家吃饭还是很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 然后最后 最后吃这些东西 就是You are what you eat 对不对 我们是我们吃的饮食造成的 所以我觉得我家人 我的孩子 他的身份认同 其实跟他的饮食非常有关系 他们是台美混血 然后住过两岸三地跟印尼 所以我们的饮食完全反映 反映他们的 非常国际化的背景 真的 但是现在很多人在家不开火的 是 完全是仰赖外食 而且Uber Eats 随便叫一下 就有东西可以吃了 对 我觉得不做菜这件事情 好像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上次跟詹先生也聊过同样的话题 那我特别回去看 你十年前写的书 其实大家都想做菜 你写的秩序非常有趣 你说你一直相信 大家内心深处是很想做菜的 要不然为什么火锅店 烧烤店生意这么好呢 因为你是专程出去烤肉 还有蒜肉给自己吃 对 你现在还是这样认为吗 十年过去了 我觉得是啊 我觉得可能疫情期间 这种火锅烧烤 这种大家要共食的 这样子的形态 有一阵子可能大家会比较 比较却步 但是基本上那种 我觉得 这种比较interactive的吃饭形态 在世界各地都是受欢迎 而且越外食越明显的地方 我觉得会越受欢迎 真的就是 就是因为 会得到 你再把东西涮一下 或烫一下 或是烤一下 然后那个从生到熟 然后吃到嘴里的过程 它有一个满足感 那为什么不回家做一下呢 我觉得真的是 真是很可惜 所以我花这么多的时间 跟大家宣扬 在家里面做菜的各种好处 我觉得就是因为 我觉得现在真的达到 现在真的有一种 这种在家吃饭 在家做菜 变得有一种 失传跟断层的这种感觉 那的确我也可以理解 它是很难的 现在现代人的生活这么忙 然后外面吃饭这么简 这么这么方便 在台湾 我回来几天也没有做菜 就因为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 然后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当你天天外食非常方便的状况下 如果你偶尔在家里面做一餐 你有的时候买的材料还用不完 那反而可能成本还比较高 也会达到浪费 所以要怎么样达到平衡 我觉得可能需要 可能需要自己要下一个决心 就像你觉得 你需要运动 运动对身体好 对心情好 所以你要下一个决心 每天要抽出一点时间来运动 我觉得就下一个决心 你可能每个礼拜 至少从一开始一次在家开火 两次在家开火 这样你买的东西 你买那些调料 才不会摆在那边没有用 然后做久了 我觉得做菜的一大好处 就是它是一种熟能生巧的东西 有一些 一开始你要看着做 可能会比较麻烦 做久了以后 就会做出一个自己的韵律 然后它是可以放松的 它也可以好玩 我觉得就把它当作一件 一件好玩的事情 然后一件你觉得会对你好 所以要下定决心去 至少偶尔做的事情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你说要把做菜当作是减肥一样 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我要下定决心来做菜 对这真的是 这可能是我们的爸妈 或是我们的祖父母 不会有的思考 对它是没的选择 就是这样子 但现代人做菜 真的会有一些痛点 比如说我真的不会煮 我没有做菜进 因为我小时候 就是被教去念书嘛 然后妈妈总是 把大家照顾得很好 然后自己出社会之后 取得外食也很方便啊 就没有做菜的技能 那再来就是很忙嘛 对 有这么多事情要做 我还要追剧呢 对追剧比起做菜 还是追剧比较有吸引力 真的吗 你做好了以后 但很爱做菜的人不这样觉得 我就不会觉得啊 而且很有成就感 做好了 你做了几次以后 请朋友来家里吃一吃 甚至 我这个其实 大家都想做菜里面就讲过了 那个门槛 因为现在大家都 大部分人都不会做菜的状况下 门槛不高 你只要能做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然后你愿意请人来家里吃 只要能吃 他能 你只要 他只要被请 他就已经很高兴了 他根本就不会挑 所以基本上就是属于 只有 只有优势 没有劣势的一个局面 就是你 你愿意请人家来吃 我在研究所的时候 在留学的时候 请同学来吃饭 真的就是 你随便煮出来一个东西 他有东西 他就很感动 然后稍微好吃一点 他就觉得你很厉害 所以那个成就感的 获得成就感的 的机会无限大 其实 我觉得跟你聊天 心情好好 就是 好兴奋 就是觉得 哇 好有信心 我也可以在家请客那样子 是啊 是真的这样子 因为大家都不会做 所以你会做 你就已经走在人群的尖端 但是还有一个痛点是 不想收拾 那些锅碗瓢盆啊 备料的时候 那么多小小的盘子碗啊 对不对 还有那些汤匙啊 是是 对 那以上这几个痛点 我不知道你觉得 真的可以一一克服来解决吗 你愿意做的话就可以 就克服 慢慢的就会养成习惯 他就不是一个男士 我其实还蛮喜欢收拾的 我真的才奇怪 你喜欢收拾你也喜欢做菜 我好像 等下那问你就不准啦 那我可以理解很多人是不喜欢的 那你真的那么不喜欢的话 你就 你就找一个愿意洗碗的伴侣 有些人很喜欢 很喜欢收拾啊 然后或是你就真的投资买一个 那个洗碗机嘛 洗碗机还有小一点的 你不需要 不需要太大 有的时候很大的话 你要塞了好几顿的才能够 才能够开机 那可以买一个小一点的嘛 现在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家电 适合 适合 读会 这个小家庭 那我补充一下 你还得买 可以用洗碗机的碗盘 有些那种 很尊贵的 那就不要买那么尊贵的 不能买 不能用洗碗机碗盘 通常就是香精编的嘛 干嘛在家里面偶尔做菜 要买那么多香精编的 什么古词 就简单的就好啦 你看我 我这里面拍照出来的 没有一样东西 是不能买洗碗机的 对啊 对那但是要怎么样克服那个 我不会做菜的那个心理障碍 我要怎么样去煎第一颗荷包蛋 我要怎么样去 你就去煎就好啦 我就是这回归到我那个 其实大家都想做菜 其实我自己很久没有看了 但我记得 大家比方你平常喝奶茶或是咖啡 如果你习惯加奶加糖的话 你会要去看食谱说 这要加两池什么的吗 不会啊 你就是自己感觉你今天加少了 喝一口太少了就再加一点 加太多稍微甜了一点 你顶多就是 就是那个忍着喝下去 然后你下次就知道 不要加那么多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靠经验 摸索出来的 尽心书不如无书啊 我里面跟你说要加一勺盐 我家的盐比较粗 你家的盐比较细 就你做出来的变得太咸 还是要一面做一面吃的 这些都只是参考 我给你一个大方向 对不对 所以就是你为什么觉得 你的爸妈祖辈 比你聪明那么多呢 你如果可以独当一面 在职场上面 吃炸风云的话 为什么不能减一颗荷包蛋 我觉得用奶茶加糖 来鼓励人 真的很有效 就是对耶 为什么我可以自己调整 我的奶茶的甜度 对啊 我却不能去调整 我的炒菜的咸度 对炒菜的咸度 对对 那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你拍照用的器皿哦 都是很耐用的 很抽用的 对 大部分就是那种 那种这个大型超市买的嘛 真的吗 真的啊 真的我都没有任何贵的东西 对因为你搭配的很好 这就是有一种 我觉得也是做久了 训练出来的美感 大概我基本上没有那个成套的东西 我觉得 我觉得买这个餐具 没有必要去 动不动就买那个八人 十二人 然后五十件套的那样子 因为最后其实 每一样东西喜欢的 就要不然就最基本 我觉得最基本的白盘子 买几样 然后你在外面玩的时候 你出国玩的时候 看到这个小碗 那个小碟喜欢 就买几个 我觉得最后那种 混搭的感觉 其实很好 这些照片都是你自己拍的 全部每一张都自己拍的 里面大概有一两张是我儿子拍的 因为是有我在里面的话 这真的是为了这本书而拍的 不是说像 有的时候我也都会 随手记录自己做的菜 然后最后整理一下 想说可以出书 有些是 有些是随手拍的 尤其是 如果说在一套餐的 那个首页的时候的菜 比方说 我找找看 在那个开篇的菜 有的时候是 我现在一下也找不到 就会比较不漂亮 真的就是在那个 家里面晚上开着 那个顶灯的状况下 没有那么好看 也这样拍出来 但是就是真实的状况 因为我自己拍照 我不会打灯 我试过 我试过做灯光 每次拍出来效果都不好 所以就很需要自然光 那在北美 我们华盛顿地区 夏天昼长夜短 所以可以到了晚上七八点 都还有阳光 那就非常好拍照 但是天冷了以后 就可能五点钟就天黑了 所以有些菜 真的全部 几乎全部都是做出来 我们一家人吃掉的 但是有的时候 为了等我先生下班 就亲眼看着这个天 就这样子暗掉 然后照出来 我又不希望他回来的时候 我们真的 我很重视全家人一起开饭 所以就做好了 就一直等到他这样子 然后最后拍不出来 所以必须要重新拍 所以偶尔我就会 天光好的时候 如果是周末的时候 我就会跟全家人说 我们今天对不起 大家四点半开饭 为了能够又拍照 又可以一家人坐下来吃 对 然后还要帮妈妈出书 对不对 对啊 我们儿子变得很配合 我通常上了桌 他们说好饿好饿 我大概最多最多 有三分钟的时间拍 那如果拍坏了 就会说对不起 明天我们要再吃一样的东西 对所以这个也不是说出版社拍了一个摄影师 到你美国的家里面去拍 真的都是你亲手拍出来摆盘 当然菜也都是你做的 但我非常好奇 这一张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 你没办法自拍成这种 这么自然 对对对 这个照片是怎么拍的 这是我们家的院子 然后后面是一个工具间这样子 这个拍照的背景是那天早上 那时候已经全部交稿了 那天早上我们的编辑心语说 有没有适合封面的照片 最好是餐桌你在前景 家人在背景里 天啊没有啊怎么办呢 我又没有摄影师 我根本怎么办呢 然后那天就是周末 然后阳光不错 我们本来就打算 天气好的舒服的时候 我们就在院子里面吃饭 然后东西都摆好了以后 我刚好看到我们家的那个 隔壁邻居太太 从前面经过 我就跑过去说 对不起可不可以请你进来 帮我拍一下照 还不是请她来家里吃饭 就是把她拉进来 她拍完照就走了 还吃不到 没有 她真的没有吃 她也要回去 她那天下午才来跟我借姜 她要做菜 所以我就跟她说 其实我跟她说 我今天 我有要拍这个封面的可能性 然后她就说 好你需要的时候叫我 然后她刚好那时候又出来 她要还我姜 她还还我一点 我说你不用还我姜 她要来得正好 自己上门 然后我就照相 我就先跟她想 我就差不多这样定格 这样子的画面 你就拼命拍拍拍 拍个十几张 她就拍完 然后说可以吗 然后她就回去吃饭了 然后这就成了我们的封面 然后后来 她还没有看到实体书 但是那个 那时候 那时候那个PDF版的时候 我有给她看版权页 有写Amanda McCall 我的名字 她很高兴 对特别感谢封面的摄影师 邻居太太 那为了准备这一次的专访 我又回去看 主以先前的著作 你好用功 包括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这是你的第一本书 然后还有后来 其实大家都想做菜 你其实一直都在 推广烹饪这件事情 但是回到你入厨的源头 你一开始是以专业厨师 为职制的 然后后来 因为先生工作的关系 然后你也成家生小孩 才转为以家庭烹饪为主 我很好奇的是 这中间的心路历程 是怎么样的 而且你同时是 这两种世界的过来人 就同时有专业厨房经验 然后又变成 日日开火的家庭主妇 这很特殊的身份的交集 对 我常常 我其实每次看到 我看 这这么多年来看到 Liz做这么多事情 我都说想 其实我当年 有很多你在做的事情 是我会想要做的 我不只是在专业厨房工作 我觉得对于整个专业厨艺 国际趋势的这样的 保持 保持那个 熟悉 能够做评论 都是我最初给自己的一些期许 其实这件事情 在其实大家都想做菜里面 看得见 看得见的 当时 而且你当时写的餐饮趋势期 现在看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它也没有退烧 但是当年真的 就是一开始 那还没有 我还没有做妈妈 已经结婚了 然后但是进厨艺学校 在餐厅里面 从学徒做起 然后做这些 Find Dining 那段期间的确是 对自己有一个期许 有一个志向的 希望能够 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 这样子 但是 我觉得 各个原因吧 一个是我后来 生了孩子以后 我希望多给孩子一点时间 然后 然后我们 我的生活就是 每两三年就要换国家 真的非常难在 一个 难发展一个 需要落地生根的事业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所以这样听起来 好像回归家庭 好像是一种妥协 但是 但是我觉得 我在其中找到了 其实更能够 满足我的一个天地 因为我 其实在餐厅里面 工作的时候 做了一阵子 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 我不是做 Find Dining的料 怎么说 我觉得可以做 但是我自己 那我的热情不在那里 我比较喜欢 我一直都喜欢 比较casual的东西 我觉得Find Dining 他当然 当然 他是已经把 把饮食提升到了一个 提升到一个 创造艺术的层次 那当然他有非常 他有 这是一个很广大的天地 可以学很多 可以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但是 他就是一个服务 服务金字塔顶端的人的 一个 的一种事业 然后 他的浪费 鞭脚料非常多 为了要做出完美的东西 那我觉得 对我来说 做菜是 还是要有一种 挥洒的那种快感 然后我希望的是 做出来的东西是 在做的时候 有一种爽快的感觉 然后 我也比较喜欢的 在吃的时候 我可以 我可以看到 我亲近的人的 那种满足的神情 而不是说在 后厨 端厨完美的一个 工笔画给人家 所以我真的回归家庭以后 我觉得在 在家里面做菜 给家人朋友吃 让我更 更满足 然后我觉得 当你 然后写作的这个 的重点 开始 开始 转变 也是因为 一开始当你 当你是专业厨师的时候 你不在乎别人 会不会做菜吗 因为他不会做菜 他才会来吃你的 但当我回到家 开始做菜的时候 我就会注意到 怎么身边那么多人 都不会做菜 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么难 其实做菜 当然你要 你要多难 要非常非常精细 是可以不断地 精益求精的 但是基本上 要做出一餐 简单也美味的菜肴 是没有那么难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自己从里面 得到了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 自我实现满足 好给 然后也可以 家会 家人朋友 如果不跟大家 不跟大家 推广一下这个事情 我觉得 有点可惜 就开始有一种 这样的使命感吧 但你觉得 专业烹饪跟家庭烹饪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相同 觉得当中 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例如我也是 因为疫情之后 开始比较常下厨 先前也是很害怕 然后觉得自己都做不好 然后挫折 但是因为疫情 不得不在家吃饭 我看你现在做得很好 没有没有 比以前好很多 这是真的 对 然后也有渐渐 找到成就感跟乐趣 对 那 在这过程中 也有发现说 跟专业烹饪 有相同的地方 就是即便是像我这样子 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只要我掌握了 烹调的伸手程度 还有调味的和谐 就算是很简单的食材 跟搭配 我还是可以做出 让我满意的饭菜 这个不比我在外面 吃饭的满足感还低 这是真的 绝对是这样 对我这是亲身体会 所以我很能体会到你说的 就是在家做饭满足的感觉 但是当然专业的 有专业的要求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去拿捏这两者 尤其是你先前真的有专业的经验 然后你现在回到家里做菜的时候 那些专业的要求会影响你吗 我想我自己因为很习惯 就是两边的这个跨越 已经变成 已经就是内化了 我有的时候 必须要像你这样的人来提醒我 我才会回去想一些事情 的确我觉得 我好像我在写食谱的时候 虽然已经离开专业厨房 这个领域蛮久的 我还是会不自觉的 希望把一些 我在那个场域里 学到的一些payball 当做一个传译者的角度 让家庭主妇 让在家里面做菜的主妇 主妇能够一窥就尽 我觉得有些东西 比方说这种mise plus 把东西准备好啊 然后那个是很多人在讲的 但是有很多东西 我觉得可能 比方我一定 我已经养成习惯 我一定会抹盘源 干干净净的上去 稍微还是要 稍微还是要堆的 稍微好看一点 我觉得那个色香味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另外就是我发现 很多人在家里面做菜 大概因为太讲究要养生 尤其台湾大家都要 要健康 要原味 所以真的那个少油少盐 那个 我觉得有一点 有的时候我感觉可能 可能给自己限制的 有点太多了 那可能如果 因为你大部分的时候外食 偶尔在家里做菜 你就会觉得要 要弥补回来 平日吃的那么多 那么重油重盐 所以就什么东西都特别清淡 但因为我天天在家里做 我觉得我 我有把握 我有信心 我用的是好材料 好油 好调料 所以我不用那么担心的 要什么都少 什么都少 所以我一直觉得 要把味道做足 我有那个专业厨师的 那个要求 今天要煎得脆 要煎得香煎得脆 我就用足够的油 把它时间要倒 时间要倒 它真的要焦脆 我觉得很多人都 很怕觉得 好像焦脆了 又会什么致癌什么的 也没有这样子 然后我今天要 要有这个咸味 要有这个辣味 要有这个香味 我就把它下足 我觉得每一个味道 都要做足 你做的每一样东西 都是都绑手绑脚 都是做到五六成 七八成 最后吃起来 我觉得不满足 反而会 会让你半夜 想吃零食泡面 对 真的 但是像 比如说专业餐厅 会有油炸吗 什么先过油一下 再炒 这样子 你也有你的方法 去应对 是是 我疫情期间 爱上了那个 气炸锅子的东西 我以前根本搞不清楚 气炸锅是什么 结果我买了个气炸锅 觉得发现 非常好用 我觉得 你千万不要 被那个名字给误导 觉得气炸锅就只能炸 其实气炸锅 就是一个旋风式小烤箱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 然后那个 就是加热特别均匀的 的一个工具 所以它也不需要 也不需要预热 我觉得其实很适合 台湾人的习性 那像在美国 他们很多人 需要一个大的烤箱 是因为他要烤整支机 或者烤一大盘的东西 感恩节要烤一支火鸡 它需要一个 大容量的烤箱 但其实对于 我们国人的 饮食习惯来讲 每样东西都小小的 我就觉得 我后来就发现 气炸锅可以代替 很多中式餐厅里面 过油的这个步骤 在餐厅里面 他们为了要讲求 讲求快 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分别过油 炸锅 已经那个熟度刚好了 然后最后上菜前 只要进炒锅里面 组合一下 加个葱姜蒜 跟这个调料就好了 但在家里面 谁有空间 能够有一锅油 在那边 什么都过一下 所以我就发现 那些需要 有点脆脆的东西 不管是蔬菜也好 肉也好 我常常就腌好了 抓点粉之类 或者就是抹点油 放进气炸锅里 炸个十分钟左右 然后等它表面 变得焦焦脆脆 干干的时候 拿出来 再炒锅里面 再组合 就非常简单 又少油的状况下 就可以做出 类似餐厅里面 那样的质地 对 所以我很喜欢 这本食谱的 一个地方就是 主意有用 专业的观点 但是家庭主夫 主妇可以做出来的方法 对 然后达成 一样很好的效果 对 然后还有一些 你的贴心的提醒 那些都是 一般食谱书 可能一句话带过 然后没有经验的人 就不会注意到的地方 我自己印象深刻一点是 你在讲腌牛排 你用比较便宜的部位 然后透过腌制的方式 增加它的风味 但是腌肉的话 大家可能就是放在一个碗 还是一个浅盘里面 腌一腌 这样 但是你会告诉大家 如果你有密封袋 那你就是放进去 你可以用比较少量的 这些酱料 它就可以全部覆盖 但是如果你是放在碗里面的话 那请你要记得翻面 对 就是这种小细节 我很爱 都写进去 对 所以真的大家 如果你比较没有经验 我觉得 读这本书 其实还是可以实作 然后可以从中 得到很多收获 我希望是这样 那足以讲到说 你一直是想要 推广家庭捧人 其实你先前还做过一件 我觉得 走在很前面 时代前面的事情 就是你在2011年的时候 就成立了YouTube频道 拍做菜的影片 是 那 其实在那更之前 你还写过部落格啦 就是我觉得你 好像每一个媒体 我都 都碰过一下 对对对 你都有去 新生实践了 对 然后包括在社群媒体上面 脸书啊 你现在也有 在经营IG啊 等等的 就是你也有大批的粉丝 这些自媒体的转变 你怎么看呢 然后 我觉得你算是 也算是一个 部落格时代的前辈吧 对 然后一路 曾经有碰过 那个采访记者说 我没有历经 我年纪比较小 没有历经过 部落格时代 可不可以跟我们 谈谈那个时代 像什么 最后的样子 你是2006年 写部落格是吗 对 然后后来才有 第一本书 出发里的人类学家 就是部落格 那是 第一本书是等于 部落格的文章的集结 这样子 是 然后第二本书出来之前 那一阵子 就是我已经生了老大 然后没多久 一年多以后 又怀了老二 他们差两岁 对 所以有两个孩子的状况下 非常忙 那我写作动作很慢 但我做菜 反正每天要做 然后动作很快 所以我就想 那在这个 要忙着 忙着 照顾孩子 没有办法写作的状况下 怎么样保持跟 跟读者 还是有个互动呢 我就想 那就来拍 拍这样子一个 系列视频好了 而且那时候去 刚好我住在上海的时候 有几个大学生 他们自愿来帮我拍摄 然后一面拍 他们就可以 那时候我也没有任何的回馈 所以就是每次拍完 他们就可以把东西吃掉 他们就很开心 然后这几个男生 都四个大男生 后来都变得很会做菜 都做给太太吃 然后那个时候 就差不多每个星期 做一集的这样子的一个频率 然后我们完全 那个在早期根本就没有人在拍 现在有八万多订阅 我很羡慕 真的啊 很辜负他们 不好意思 应该再回去偶尔再拍一些 对 但那个年代 因为没有人 没有太多人在拍 所以其实这个 门槛没有那么高 要求没有那么高 然后 我觉得自主的空间 其实蛮大的 所以我等于是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那时候并没有 你们现在大概都还有脚本 然后又有鸡胃 什么一大堆的 我那时候真的就是 我今天有什么 这几个男生到了 我就说好 那今天我就做这个菜 然后做做 忽然有点问题了 就 那这个 这个有问题了 就是那种像 Julia Child当年那种 一击到底的状况 出了错 你就要现场把它弥补好 所以它 可能更有点像是 直播那种真人秀 然后我们也没有简洁 所以就 所以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 它可能有些 就是有一点杂乱 那个拉拉杂杂的 没有不够 不够那个明快 节奏没有那么明快 但是它 它就是完全反映 我现场的 真实的状况 然后 然后当年我特别 我就是希望说 能够把每一样东西讲清楚 所以 所以我每一样东西怎么 这个食材 为什么选这个 怎么做 然后该怎么补 该 为什么要到这个时候 我才翻面 然后出了状况 我是怎么补救 我每一样都要把它讲清楚 所以 我觉得 当你如果真的 真心想要做这道菜的话 看完那个 应该是 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纯粹 以现在 我觉得 现在的这些烹饪频道 都 娱乐性 那种声光效果都很好 那我们那个就没有 那如果你为了那个 要回去看的话 就会觉得 就会觉得时间太长 节奏太慢等等 就有很多问题 但如果要做出那样子的话 就 很需要的那个前制作业 大概多很多吧 那 那这个 这就是完全 我觉得是已经 另外一个层次了 我还不敢去碰 其实你三个月前 有更新一则影片 那是因为 对我那个做茄子 用微波炉 用微波炉蒸茄子 对 是因为我在 我在这个 Facebook上面分享 我用微波炉蒸茄子 下面就有人说 能不能教我们 我就想 好吧我 我觉得要教的话 最好还是用 还是用这个 影片的方式 就有一天 刚好我儿子有空 我就请他帮我拍了一下 就 那真的就是 就是 就那一个 不是一个系列的开始 但是 大概 我真的都不知道 有八万订阅 有好多人 跑过来跟我说 又开播了 我等了好多年 这样子 因为那里面 有些订阅者 他们并不是读者 他就是 他认识我的管道 完全就是透过YouTube 所以这么多年 中间出了几本书 他可能都不知道 就觉得我这个人 就完全笑死了 然后八年后 忽然跑出了一个蒸茄子 蛮奇怪的 所以有可能在像以前那样子 有规律的更新吗 也可能吧 如果我儿子愿意帮我 很好拍 或是如果住在大华府地区的 有人愿意来 来帮我拍 然后我做完呢 你可以吃掉 在这边应征摄影师 酬劳是很美味的煮一做的饭菜 那最后对于做菜跟写作 煮一你还有什么想法想要实现吗 有没有在酝酿什么计划 想法总是有的 但能不能实践真的很难说 没关系 说出来我们会逼你 我其实我一直 我这么多年来 你看我从06年开始写作 现在这样子已经16年了嘛 那早期就是希望 我一直写 我可能因为跟那个人类学 当年离开人类学 但是还是以人类学的方式 思考这个背景有关 我一直希望能够 能够把 能够做这种文化 饮食文化的传戒者 要把大家不熟悉 不太知道的东西 介绍给大家 所以在早年 就是谈这种西式 fine dining 后厨的生态等等 然后后来 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来 其实在这本书之前 西餐谈的都还是比较多嘛 因为我觉得 中文世界的读者 有很多背景知识 还是需要 还是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我以这样子为主 是不是也是因为 你念厨艺学校 学的是西餐 也是 对 所以当年我 中菜虽然也做 但是我没有 没有十足的信心 我觉得西餐 西餐这些东西 我讲的东西 我读了书 我上了学校 我在餐厅工作 我又读了这么大量的 这个饮食文学的著作 所以我有信心 我讲出来 你应该十之八九不会错 那中式的话 我就觉得 我还需要一点锻炼 这样子 那过了这么多年以后 我现在感觉 其实中文世界的读者 对西餐的了解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 而且有你更专业的人 在跟大家分享资讯 其实我现在反而觉得 是在英文世界的读者 尤其是大都会里面的 这些年轻一辈的读者 可能对于亚洲饮食 中式菜肴的了解的意愿 其实现在蛮高的 但是我觉得 现在台面上 真的就Fusha Dunlop 在英国的这位服侠 他写穿菜的 他非常非常专业 但我觉得除了服侠以外 其实真的没有太多人 可以像他 以他这样子的专业 跟他的文笔 来跟大家分享 你现在看到 当然近几年 从Black Lives Matter开始 这个亚裔的身份认同 Asian Pride 也变成一整个微微风潮 所以整个媒体世界 西方 美国的媒体世界 给亚裔 给中菜的空间 其实蛮大的 就会看到百花齐放 很多人出食谱 出来讲这些东西 Instagram上面也很多 但是通常 我感觉懂得经营这些媒体 然后在视觉上 知道怎么样呈现的人 都是年轻一辈的 他们可能是第二代 第三代的移民 在家里面养成了这些口味 但是他们知道 要怎么样传播 怎么样沟通 但是他们对于 饮食文化的一些 深度和广度 我觉得是有差的 但他们的父母辈 第一代移民 可能很懂 但是他没有沟通的能力 那我就感觉我自己 好像还是夹在那个中间 对 你又是一个交界点 我可以 我懂 我懂这些菜 尤其过去几年 我真的在中菜下了一些功夫 然后现在又写了这样一本书 里面中菜占了一半以上的比例 我觉得我懂中菜的 的饮食文化跟烹饪 然后我有西餐的基础 然后我 我有这个 这种很基础的媒体的经营经验 所以我觉得可能 就是被激发出了一点点的使命感 但是真的能不能够执行还是很难说 因为中英文两边都要兼顾到不容易 而且英文写作家等于又是从零开始 所以有可能会出英文的食谱 我觉得食谱其实是最 应该是最直接的方式 那你会想要写什么样的菜 还是你热爱的川菜 基本上从 因为川菜真的 夫俠已经写得太好了 那我觉得 因为他写的是 他真的是有点像是民族制的那种方式 是非常用最道地最正宗的方式 重现在四川 这个大家是怎么做的 那可能 我觉得我做的方式 从这本书里就可以看到 我做的方式是 我希望做出道地的口味 但是在一个 现代人的普通的厨房 甚至一个西式的厨房里面 能够实践出来的方式 就是你不一定要 你不一定要买一个厚厚的 一个中式的一个砧板 一个中式的菜刀 你不一定是要能够甩锅子 用一个铁打的铁锅 怎么样 我觉得是在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现代厨房 也能够做出 这个祸器喷香的中菜 我觉得就是 我比较希望做出来的是 让西方 这现在都是讲的想象的层面 让西方的读者也能够 你看像我这里面的这些菜单 它的那个中式的呈现 其实跟西式套餐的一个组合 是很多方面原则上是不谋而合的 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 现代国际人的饮食形态 我同意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把这本里面的中式的东西 跟我前几本里面中式的东西 如果都挑出来 用英文呈现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可行的计划 但还是在讲而已 敲碗敲碗 我觉得这个非常棒 而且会很有意义 对 真的是也非常符合你 因为你就是在一个 中西文化的教会的地方 然后你本身也是中西文化的养成 非常适合由你来做这件事情 希望可以 对 真的 要努力一下 那好 所以主仪的新书餐桌上的人间田 也已经上市了 最后我想请问一下 书名为什么这样子去 书名是来自 这里面有一张照片 你可以看到 好多年前我们住在 雅加达的时候 张大春 我的好朋友 名作家 也是书法家 他提议 他说要帮我写一幅字 摆在我的餐桌空间里面 然后那时候我们 就是两边书信来往 要写什么字呢 后来就定下了这四个字 人间田野 你看这是我们的餐桌 然后旁边在这一幅 人间田野 我当初想到这一组字的意思 就是我觉得 因为所谓人类学的研究方式 就在做田野调查 那我的田野 所以厨房跟餐桌 就是我的研究的 研究跟玩耍的一个场域 它是我的田野 那我的田野 跟着我走到四海人间 所以人间田野就是 我的厨房 我的游乐空间 这样子 很浪漫的说法呢 对 然后我觉得在 尤其在疫情的这期间 大家都比较封闭 没有办法旅行的状况下 这个人间田野就像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心灵的窗 我的厨房是我能够与外界连接 然后我见不到的人 想念的味道 去不到的地方 都可以透过一道道菜 在我的餐桌上重现 这里面也有很多动人的感情的 当然还有各种下厨的小Payball 以及 如果你想不到今天晚上要吃什么 欢迎来这边找灵感 三道菜的套餐 绝对可以让你家人吃得很满意 谢谢主意 谢谢Liz 谢谢 好那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要帮我们订阅按赞 且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